苹果跟华为的造王大战 王者之战 那这一次呢 同步的发表 其实对苹果也是重要的 然后呢 几乎同步 不能讲说同步 因为是台北时间间凌晨两点 以及等一下的两点半 是我们要 节目的时间 要去硬杠那一个 华为的新机发表会 直播 让大家了解一下 到底重点要放在哪里 我今天 其实我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呢 我要特别思考一下 就是对苹果这一次的新机重要性在哪里 它搭的是什么样子的浪潮 那华为 他这一次 为什么要选择跟苹果硬杠 而他又希望搭的是什么样的浪潮 或者他想要创造的是什么样的浪潮 所以我这边可以先预告一下 就是一边重心点放在aiphone 但是他不是单独的功能 他不是独家的功能 因为每一只手机都可以有他目前的aiphone的功能 那但是真正达到最终我们心目中的aiphone 其实所有的号称有ai功能的aiphone都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 那么可是呢 华为这边呢 我判断他两点半还是会有ai功能 但是呢 他的折叠功能就从外表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呢 这个折叠的这个浪潮 其实那个成长的速度也是非常惊人的快 而且他不是只有在中国大陆市场成长的快 其实中国大陆成长的速度已经开始 已经是两位数的成长而已 就是三十几%的成长而已 可是你看到拉丁美洲 还有欧洲 那个成长的速度是更惊人的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从这几个领域来看 一个看的是aiphone 另外一个看的是折叠手机 所以既看苹果跟华为 同时也看aiphone跟折叠手机的评估 好那今天早上凌晨的时候呢 苹果呢 秋季新品发表会 他所有的全系列 iPhone16的全系列 全部公布了 然后呢 包括了这一个 他的一些相关的穿戴装置啊 ipop啊 这个耳机啦 穿戴手表啦 好这些通通都已经公布了 好那这就是大家所看到的 这颜色好看或不好看 由大家自己来判断 每一个人有每个人喜欢的颜色这样 我喜欢是粉色的 可是他的粉色真的不好看 这就是我的想法 每个人可以有每一个人的 还没有他以前的那个大红好看 我大红我也不喜欢 我喜欢他上一款的浅粉 那一款是真的我很喜欢的 他之前的大红 我觉得那红的还蛮好看 好不不不这不是重点 这不是重点 好 这每个人可以有每个人的喜欢或不喜欢 我讲一下这一次他的功能有一些些的前进 一些些的改善 好你看我的这个手上一些些的改善 那么但是他有一个核心的焦点就是呢 他的价格都没有变 他最大的亮点就是价格没有变 对 价格不变 跟iPhone15的全系列价格通通一样 其实他反映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他自己对自己的信心 没信心了 恐怕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高 对他只好做价格进行 所以他不敢加价 他确实有很多功能上面的提升 可是他不敢做价格 他的功能包括比如说 有一些续电的时间长一点啦 然后有一些照相上面的技术好一点啦 然后呢他的Siri可能会变得更聪明一点啦 然后他面板他的这个 这个铝合金的这一个 这个面板啊可能好看一点啦 然后他的面板的功能可能多一些啦 就是这样 他什么都多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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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整体来说 我觉得他自己判断 他不能够因此而加价 这才是这一次整个发表会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们来看说 这次iPhone16 很多人就要预先判断说 会不会有换机槽 我其实原本栽入的是两个 一边是说有 一边是说没有 但是今天早上呢 发表完了之后呢 就立刻有一位 就是专门研究 苹果的特约撰稿人哈 这个Cody Willard 比较好 他就马上写了一篇文章说 太无聊了 Boring 很无聊 你救不了你自己的 所以你会发现他是今天凌晨两点 公布的这个系列的这一个 这个手机 但当然包括他系列的产品 可是呢在华尔街就是在交易期间 他的股价在美股上涨的情况之下 纳斯达克上涨超过一%的情况之下 他的股价是微涨0.04% 盘后的期货盘呢 股价也是在平盘 小跌啦小跌0.01% 我们来看这里面 认为有换机潮的 就放在第二行这边 这是知名的投资银行 Webush 那这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认为说 会有换机潮 他们大部分的理由 都是说 第一个理由是 苹果已经 他们去计算 过去这四年 其实苹果每一次新机 他的这个卖的状况 都没有预期的好 表示已经累积好多年 然后有很多的人没有换机 所以从iPhone 13 14 15 已经累积了非常多 没有换机的人 所以他们认为 累积这么大的量 今年会一次大爆发 然后呢 有AI的功能 会促使这一些累积 没有换机 换机的人就会来换机 所以换句话说 他们看好的是 果粉的中心 那认为很难掀起 换机潮的原因 像Bruber的记者 葛曼他就说 他说第一个部分是 你全球的市场 都还在紧缩支出的情况之下 你的技术没有太大的突破 那你要大家去换很难 然后第二个是 你的外形根本没有什么太大两样 这个是写在发表之前 等到发表完了之后呢 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一位 Market Watch的特约撰稿人 他就直接说 你的iPhone 16真的太无聊了 你没有带给大家 眼睛一亮的技术上面的进步 而且更重要的是 等一下我们会提到 因为他主要诉求的 其实就是AI功能 他说可是问题是 这个AI功能 并不是你自己发展出来的 你是利用第三方的AI功能 然后直接搭载在 你自己的系统里头 就你受制于人 那你既然受制于人 那别人通通都可以拥有 这些运算的能力 那我为什么一定要用你的呢 没错 这就是他认为你根本没有革命性的先创 所以你谈不上你带领了AI革命 没有啊 现在的AI手机 不是只有你苹果的Apple Intelligence 现在三星啊 各方面其实都有这一些AI手机 小米也有AI手机啊 荣耀也有AI手机啊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花卫也会有AI手机啊 然后这个就连Motorola都会有AI手机 都已经有了AI手机 大家都有AI手机 那为什么非要换你苹果的 因为你的外观实在看不出来 有什么样子太大的变化 那我们就要来看哦 苹果对于这一次业绩的拉来 其实期许是很高的 它在最新所公布的 今年第二季的财报 你会发现 其实就年增率而言 是微幅的成长 如果以零 你看那个红色的线 以零来作为一个横轴来看 它只有年增百分之零点几而已 那是跟去年的第二季来相比 那第三季对它一向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第三季就是新机发表 那如果说不能够带动成长 对它来说影响是很大的 而这里面呢 你如果再把它区分成不同的产品来看的话 它的iPad成长的速度很快 百分之二三 它的服务业是非常重要的收入成长的来源 但是它的iPhone还是负成长的 那iPad啦 Mac啦或者这一些穿戴装置啦 其实占它的营收比重是很低的 它最主要的营收比重就来自于两大块 一个就是iPhone的这个硬体收入 另外一个就是服务业的收入 所以它主要其实是靠服务业的收入的成长 就是苹果税 然后呢它就可以去成长 但是真的在硬体上面 其实iPhone始终是不正的状况 那所以我们这边就要来看说 这件事情对它很致命 因为我们看Countem Point 这是国际上面 反正研究3C产品的很多的研究机构 不管是Countem Point啦 或者是IDC啦 或者Catalyst啦 这几个研究机构呢 都看到了 其实过去这两个季度 智慧型手机终于成长了 从2021年呢 全球的智慧型手机是一路的衰退 虽然有很多新机在发表 可是呢其实是一路衰退 然后好不容易从去年第四季开始 那么出现了成长 当然这也一方面是因为机器比较低 所以呢 去年第四季今年第一季 还有这个2024年的第二季 成长6% 我看有不同的算法 有个算6% 有个算8% 那他们用不同的方式 然后去统计这个 去试着估算说 到底全球的智慧型手机成长多少 那6%到8%是全球市场 可是我们看到问题是苹果还在衰退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就来看说这个各个手机的主要品牌 比如说像是Sansung Sansung的这个市占率 我们最好拿比如说今年的第二季 跟去年的第二季比 然后今年第三季跟去年第三季比 其实Sansung也在小小衰退 然后呢苹果也在小小衰退 但是呢大幅度成长的 恰恰就是小米 小米去年的市占率还只有12% 而今年的市占率 大幅度成长到15% 它是大概主要品牌 全世界 若是全世界的主要品牌 因为这里面华为 当然有一点硬伤的地方 就是他不能够使用Google的Android系统 所以他要离开中国大陆 那必须人家接受他的鸿蒙系统 在这件事情上面 他其实吃了暗亏 所以他在全世界的占有率 其实是很低的 可是在中国大陆呢 他是一支独秀的 那等一下 等于美国其实是 请一国之力在打华为 是是是是 不要请 不是只有苹果 对没错 包括他的Google 对都在都在一起 YT等等全部都在打华为 可是他就打不了小米 所以小米的成长速度就变得很快 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他在全世界的那个市占率 其实是很危险的状态 因为他如果第三季没有办法 下一季没办法再打响 这一个iPhone的这个讯号的话 打响他的名号的话 他在全世界的市占率 我认为还会再萎缩 这就是他最硬的最伤的地方 所以他期待的呢 其实就是 AiPhone的这一个浪潮 你要知道 当你站在风口的时候 你是猪也能飞嘛 对不对 所以呢 AiPhone确实是全世界都被看好的一个风口 一个重要的产品的类别 我们按照IDC这家公司 他在今年七月的时候 他所做的研究评估 他评估说呢 今年人工智慧手机 他的出货量就可以达到两亿三千万台 去年还只有五千 还只有五千一百万台 可是今年就可以达到两亿多 然后明年可以达到四亿 后年2026年可以达到六亿八 将近七亿 到了2027年八亿 到了2028年九亿 那全世界一年的手机的出货量 大概是12亿 未来就算成长到13亿 那9亿 13亿当中有9亿 都是这个智慧型手机 AI手机 那那个AI手机的成长性 年复合成长性率78% 所以苹果想要抢搭的浪潮 其实就是这个浪潮 它唯一的问题是什么 它唯一的问题是 它不是唯一的人工智慧手机 要知道现在拥有AI 人工智慧的智慧型手机 Sansung 小米 小米14至尊纪念版 然后Google 还有 那还有OPPO也有 OPPO AI策略 荣耀 荣耀这一款在欧洲卖得非常好 的Magic 6 然后还有Motorola 请注意哦 Motorola现在借由AI跟折叠性手机 它正在 我觉得是荣耀复活 所以要注意Motorola 我觉得Motorola最近在美洲 还有欧洲 其实它的表现还不错 如果大 我不知道年轻人还知不知道Motorola 它还算是美国品牌吗 OK 它算是吗 还算吗现在 我不确定它的 OK 但是 但是呢Motorola曾经是 没有智慧型的手机 对 的时候的 The King 的第一品牌 KING之一 现在呢 它在智慧手机当中 去找了AI再加上 折叠手机的这一条路 所以我觉得Motorola的复活 也蛮有意思的 所以 确实AI手机是一个 大幅度成长的一个趋势 苹果要强大这个趋势 也能够理解 但问题是 它并不具备有 AI phone的自主性 所谓自主性是说 现在的AI功能 它其实是利用第三方 我们刚刚讲的 它利用这个OpenAI的功能 然后去搭载在它的系统里头 它没有办法好好的去 处理这个功能 就是不是它自己 能够在它自己的系统当中 有它特别的功能 尤其是呢 如果按照IDC 它所定义的人工智慧手机 真正的就是 通用型的人工智慧手机 它具备什么样的功能 它应该是 我们现在所有的手机上面的 应用程式 通通都不用下载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 利用我们的手机 如果要听音乐 那如果你是去买了一个 就是串流平台的音乐串流平台 那我必须先点进这个音乐串流平台的APP 然后接着我再来去选我的音乐 这个就是现在的处理方式 如果我要使用这些社交平台 比如说我要使用LINE 使用WeChat 这些功能 我要点进这个APP里头 然后接着在这里面去跟别人对话 然后去看这里面的一些相关功能 我如果要看新闻 我要先下载一个新闻网站的APP 然后接着进这个新闻网站里头 然后去看这里面 做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事情 所以它下载满满的应用程式 我不知道每一个人的手机里头 有多少应用程式 我刚刚讲完了之后 大家会不会发现 原来我的应用程式 最主要就只有这几项而已 我没有太多别项的应用程式 还有邮件 要进入邮件 电子邮件 然后接着打开来 然后看我的邮箱 那么这些功能 你都要先下载一个应用程式 接着你要打开应用程式 接着你使用这个应用程式 帮你在手机上面工作 那按照IDC 它所定义的 通用型的人工智慧手机 它的意思是说 以后你这些应用程式 都不用下载 你只要用讲的就好了 用讲的就好了 你就跟他讲说 你就跟他讲说 我要听音乐 然后他就会去找 你已经付费的音乐串流平台 然后接着呢 你告诉他说 我现在想听哪一类的音乐 他就帮你给组合好了 然后就放给你听 那或者是说呢 我就跟他讲说说 我要拍自拍 然后呢 他就会根据你的自拍的喜好 然后帮你设计好自拍的 所有的这些相关的 这些系数 然后帮你这个所有的背景 什么各方面都可以帮你准备好 所以你只要声控他 他就帮你做所有 现在你要点进应用程式里头 所要做的事情 那我也讲完了 就是IDC所定义的这一种 通用型人工智慧手机 你会发现 所有号称 AI Phone 全部都不是这一种 已经完整型的AI Phone 也因此 这个人工智慧手机的未来 还有很大的改变 他还会有极大的进展 进化 那么那这种进化 也许在未来三四年 他就会进化到 我刚刚所说的IDC 所讲的这种人工智慧手机 那你会急着在这个时候 就去买一个 可能只有5%功能的人工智慧手机吗 因为最近之所以 这一次的这个Apple Intelligence 从看好 然后到后面开始怀疑 就是因为三星最近的这一个 人工智慧手机呢 他们七月份开卖之后 没有卖得那么好 所以大家开始怀疑 AI Phone好像并不能够激起 大量的换机槽 人们买的目的只是为了换机 而不是为了AI Phone 所以这就是他现在 在让人担心的地方 可是对于苹果而言 他对这件事情是 抱持着高度期待的 因为你要注意 我们刚提到了 服务收入其实现在 在苹果的营收当中 扮演的角色 已经非常非常重要了 现在呢 苹果的营收当中 72%是来自于硬体 就是iPhone啦 iPod啦 然后iPad啦 然后这些穿戴装置啦 那么服务的部分 已经占比28% 将近三成 可是眼看着 可是他的这个在 产品的部分 他是负成长的 可是他的服务的部分 是成长14% 所以他未来的成长 很大一部分 所依赖的 就是服务业的成长 其实这个 从这个 这个财经验平方的预测啦 还有上面这一张图 他是Counterpoint 他们所做的预测 也是认为 其他硬体成长很有限 尤其是iPhone 那个黑色的那个杠 就是硬体的成长很有限 主要的成长来源 是来自于服务 而iPhone呢 他会增加很多 服务收入的来源 你不知不觉的 就磕了苹果碎了 所以这是苹果 他要赶快在iPhone当中 占有一席之地 他继续要改善 他现在的硬体收入 他也希望 以后的服务收入 可以借由iPhone 来大幅度成长 但是成或者不成 我觉得未来 一两个礼拜 开始预购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可是除了这一点之外 那我们就要提到 他在中国大陆 这个市场 对他来讲 还是非常重要 虽然我们刚刚讲说 这个全世界的 智慧型手机在成长 为什么苹果的手机 并没有成长 盆收没有成长 他就因为中国大陆 这边的市场没成长 来我们来看 按照地区来看 苹果手机 其实他不管在北美 欧洲 日本 或者中国大陆 日本以外的亚洲 其实他的成长幅 都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三的成长 他唯一负成长的 其实就在中国大陆 负成长百分之六点五四 重伤 重伤 所以才逼着他全球的 这个部分的收入是负成长 因为大陆市场 毕竟是他的第二大市场 对 所以 现在已经变第三大 第三大 对 就是要那个衰退的 那个幅度对他来说 影响是非常大的 然后呢你看他在中国大陆的市场 也是 当中国大陆 其实今年的市场 是成长的 就今年第二季 跟去年第二季相比 成长百分之六 跟全世界的平均值是一样的 可是 Vivo 大幅度成长 华为 大幅度成长 他们要成长百分之四四 小米成长百分之十六 荣耀成长百分之七点五 只有苹果 私人独憔悴 是负成长百分之五点七 还有OPPO 对 还有OPPO 那你要注意 他第二季 618购物节的时候 他破天荒的大打折 可是 当然 也因为打折的关系 可是问题是 打折之后 他并不能够创造营收的成长 所以现在他也打折了 就他 破天荒的打折 或者是说 他努力的希望能够营造这个 他的形象 可是 对于他在中国大陆这个市场 他的成长性 还是非常的有限 所以我们 我们看到说 我觉得现在 华为这一次强奔苹果 对于苹果而言就是硬伤 那个伤 就伤在中国大陆市场这一块 那么AI phone的浪潮 这里面还有一个 他现在压力很大的地方 因为呢 他这一次的 Apple Intelligence 并不是在你 拿到手机的时候 就可以用Apple Intelligence 他要系统 那那个系统呢 不是搭载在你的手机里头 就已经有这个系统 他要10月 美国地区的英文版 才可以开始使用 更新那个系统 才可以使用 10月下个月 然后呢 在美国以外地区的英文版 要到年底12月 才可以更新系统 然后使用 那么其他的语言 包括了中文 法文 西班牙文等等的 都必须要等到 日文 都必须要等到 明年才可以下载 才可以使用 其实他很早就已经公布了 他的Apple Intelligence 可是他的系统 却要拖到 产品公布后 一个月才能够下载 而且还不是 全地区的开放 他延后开放 很多人认为 是这里面 他可能有很多安全问题 还没有解决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非美国地区的 非英文版的使用者 还能够对于 Apple Intelligence 有这么大的兴趣吗 尤其他在中国大陆 到底能不能够有AI功能 还是个问号 我们现在不确定 因为今天的发表会也没说 大陆的这一个苹果官网 也没有提到这件事情 那大陆内部当传言非常非常的多 他现在已经可以让微信更新系统 但是呢传言非常的多 可是这里面就凸显出来说 他在中国大陆的市场 有另外一个硬伤 就是他明明想要搭的是 那个iPhone的浪潮 可是他在中国大陆可能无法具备AI功能 那这个就会变成更硬的硬伤 所以他有当他的AI不是取决于自己的时候 他就会不断的碰到这种硬伤 他不能够自己主导AI的发展 他没有自己去掌控他更新的系统的能力 这就是为什么那位这个评论者他会讲说 苹果太无聊了 他会说出这样的话 有他背后对于AI功能上面 不尽完善的一些 或者是未来发展 可能会受到很多挫折的这种 他的一些想法 好这个是有关于iPhone的部分 我们现在要不要立刻进入华卉还是 对好我要我因为 因为今天今天早上的苹果的 苹果的秀他的心心机的记者会 看完了之后市场的反应 不管在资本市场或者新闻是市场 都很平淡 我我比较保守 我觉得我就等他周末的时候 那个预购你去看那个预购 因为他13号开开放预购 对13号就是13号开放预购 13号星期五 但是我跟你说就是因为这种的平淡 会让他的预购比预期荣耀来的更差 就是他没有兴奋感 没有来自于市场跟 不管是新闻市场或资本市场的兴奋感 资本市场如果高度看好 或者说新闻呢 新闻市场都觉得 哇这个充满了量的 9月13号的预购就一定爆 可是这种的情况跟最近我们在在谈的黑神话悟空的跟跟跟跟 跟日本的那一款的游戏很可能是一样的那今天早上的今天早上 苹果的苹果的这样的一个发表会他他留下了几个问题 这就是因为其实为未来从现在开始我们我们从自己的实体世界要进到虚拟世界主要就两个管道去移动的一个是手机一个是车 以后这两个系统可能合而为一 就是活动的平平平平台 如果你说我在家里面的手这个这个这个就是说呢桌桌机上上网或论丁堂别论 那个呢其实将来都会是少数 基本上面的你要进到虚拟世界虚拟世界越来越重要你一定从手机进来 要不然就是从从车车上进来 两个都都是会移动苹果已经放弃他的车了 他就只剩下他他手机 可他手机刚刚父亲讲的很对 也就是说他今天所对AI的炒作AI不是他的 他他只是他专有他只是要甚至于他AI最主要的部分也不是他的 他他只要借别人的AI搭载在他的手机上面而他做系统整合 所以苹果已经已经到了一个到了过去的这种所谓的所谓的技技术优势 进到现在呢他只想保留他的系统优势 可是因为他的系统是个封封闭性的系统 他的系统优势没有扩张性 这个是苹果过去苹果的优点今天都会是他的缺点 他过去两个优势他有技术优势他有系统优势 他的技术优势他的使得他的封封闭性的系统变得很迷人 就就是每个想要拥有苹果的人都必须要接受他的系统 用久了之后就习惯 习惯了之后因为你在换机的过程当中 大部分在换机的时候呢都会想说换机的时候会要搬资料的人很麻烦 但是呢因为因为你用苹果的系统基本上你可以无痛换机 就是那简单的转换了之后呢些新机跟旧机内内部呢都一样 好你就换换新手机了那他所建立的是消费者的怠惰 消费者懒得去换些新系统以及呢其他的跟你系统竞争的业 业者来讲也懒得去去去呢去进到你的苹果系统 所以就让苹果可以用比较保守的方式维持那个百分之十几的全球的市占率 然后呢做独门生意可是这些的优优势我认为苹果都会快速的流失 苹果的苹果的弱点不是从今天的i16开始他从i14就已经出来了 所以也不要去怪到怪到华为去年在i15上面让他受创 其实在过去美国呢美国用用用用他的big tech他的他的这几家公司透过美国政府的指令一下 大了之后一起呢封封杀华为华为不是指面对苹果 华为是面对美国科技业的全系统的打压打压了三年之后 连孟晚舟都都都都都抓起来 现在的华为的复活是完全摆脱这些big tech 嗯好那当大家定位就说呢今天今天苹果的发表会很无聊 你知道无聊可以杀死一只猫无聊也会杀死一只手手手机 买买手机多半的就是两个两个目的一个一个是社交还有个是娱乐 社交跟娱乐基本上面都不是建立在无聊的基础上面 都必须是要趣味性跟兴奋感过去许多人买买买苹果是因为买苹果觉得有点优越感 奢侈品奢侈品或者是一种的品味精品或者对就基本上是手手机东的精品的定位 所以许多人都以特别年轻人拥有一只华为觉得自己是一个进阶 拥有一一只的苹果是一种的进阶 可是今天开始苹果不再是精品我早上说我我就是那种感觉 就苹果到底还是不是一个会让人家觉得有炫耀感的那种的品牌是由今天的华为来决定的 好那刚刚的凤卿提到说他价格没有没有变不他家他价格不是没有变他屈服了 因为你要知道美国从i15到i16美国是刚走过一个通膨循环 如果你从你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什么东西都给你涨个百分之二三十 只有苹果没涨结果你发现苹果没有没有涨你告诉你在那意思吗就是他贬值了 他贬值了他的他的这个定定价呢会会使得买i15的人都会都会觉得我被骗了 或者说接下去呢今天呢不会再买i15既然i15跟i16定价是一样我买i16就好了 i16在苹果官网上面都降价了 对所以就就是他会他会直接告诉你就说他其实是贬值了 按照美国呢过去的通膨循环他你说他贬值个百分之二 二十降价反正不为过就是消费者来来讲面对到i16竟然不会有很贵的感觉 这个呢基本上就已经是苹果的失失败好吧华华为因为他是三叠机 你现在就讲华为吗华为的三叠机呢就会告诉你就说为什么今天的蜂王在了 其实你看完今天早上苹果的发表会之后你不用看看华为华为蜂王 好苹果要搭的是AI的这一个浪潮其实每一个手机都可以搭 但是华为今天要挑战的是折叠手机的浪潮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同时要观察的是两种手机的浪潮 他们其实是不同的定位 可是这个不同的定位在价格上面 它会形成排挤性 所以这件事情就特别的有趣